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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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Model DSP 它的出价就更加的智能了 它是用户层级的一个出价 每一家DSP都有自己的数据模型 机器学习模型 通过算法来计算每一次展示它的价值 广告展示的价值不同 出价也就不同 And Network 它不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竞价 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通常是以固定的CPM来出价 广告主按照固定的CPI来进行计算 相比之下DSP更加的智能 它是实时出价 根据每一次展示的价值不同 给予不同的出价 And Network 它不是自动化的 需要大量的人力 我们需要优化素材 我们需要优化 Publisher 我们需要看非常多的数据 做非常多的分析 DSP 它是一个完全的 Automation 主要靠自己的Model 靠算法来进行优化的 节省了非常多的人力 让我们的UA Manager 可以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更加重要的这些素材创意方面 And Network 和 DSP 各有特点 很难说哪一个能够战胜哪一个 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你在产品的一个早期 在Soft Launch的阶段的话 你只要用And Network 来进行测试就可以 当你的数据累积到一定的阶段 或者是在产品的成熟期的时候 对于用户的付费 有了更高的要求的时候 那时候你一定要启用我们的DSP平台 XBoost同时有And Network和DSP的一个业务 无论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都愿意结成的为大家服务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对您有一定的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关注我们再早交个朋友 好的谢谢大家 下期再会拜拜